自我站在安靜現在被爆料說 像當時的這個 像上達的一定跟服務員成績 我們有看到就是這個 總統府有這個行文 吳釗燮用總統府的名義 行文給這個 對 在這裡 行文給這個 就是回覆給這位俊松理事長 說總統特主代富致意 總統特別表示呢 要跟你致意 而且跟你表示感謝 你的意見呢 總統 蔡英文總統府 自為重視非常重視 已經跟行政院處理了 我真的很想請問總統府啊 這個是致意的嗎 就是任何一位我們現場的任何一位 我們百姓 我們普羅大眾 只要寫陳情書到總統府去 都會收到一張這個嗎 都會說總統特別跟我們致意還有感謝 而且非常重視嗎 如果這只是一個致意的格式 就每個人都會收到這一張 那當然沒有關係 那是不是 我們一般百姓都收不到 那是不是有特別關係的人才會收到這樣子 特別的文件呢 這個就好像以前 我們在問這個疫苗的時候 我問那個陳部長 陳時中部長 我說你怎麼會接到這個什麼什麼 哪一家那叫江沈涵 往前台家的那個 他們怎麼聯絡上你 說他們要賣疫苗給你 他說他們是打1922 還是寫部長信箱 我說為什麼一般百姓打1922 只會收到說請等一下 請再等一下 請再等一下 而這個公司 那家賣疫苗的公司 打1922卻可以接到陳部長 這個世界有很多玄奇的事情 我想這也是其中一件 關於這次鄭文燦涉胎案 就是送錢的人直達天丁 直接找上總統府 而且還一路交辦下來給行政員 這難道是常態嗎 連檢調查案都會碰壁 那當時為了保這個大哥鄭文燦 這個蔡英文英皇 是不是從中有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總統府看起來對於這個廖董事長的信是很重視的 而且還叫吳釗燮來回函 總統府秘書長 而且還說總統府很重視 而且還發下去給行政員給其他單位 我現在就問嘛 那總統府的回應是說 他們對一般民眾的陳情都是這樣 好吧我們試試看 你寫個陳情書到總統府 看總統府秘書長會不會這樣回答你 所以你的意見我們都交給這個相關單位了 而且總統非常重視 你看會不會 我才不相信 總統府每天接這個信非常多民眾去的信 哪可能這樣處理啊 所以對這個廖董事長 那就是這個非常的重視了 果然這個韓交下去以後 就一路甚至下到桃園市政府都辦了 就表示是有效啊 不要說總統下總統府的韓不重要 下級機關接到嚇死了 怎麼會不重要呢 當然重要 市長認為鄭文燦有的要給其他嗎 這個我們今天尊重檢調和法院 潛逃原市長 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 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法院裁定500萬元交保後 鄭文燦已請辭海基會董事長一職 針對鄭文燦涉灘一事 賴清德6日在公開行程 回應媒體喊話時表示 不分黨派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查版誤網誤眾 不得不然媒體人謝寒冰7日在政論節目中表示 聽到賴清德回應記者的時候 特別講了一句不得不然 難道這件事情是他決定的 他不禁質疑很明顯是賴清德出手 謝寒冰接著指出賴清德若出手 直到鄭文燦為止嗎 恐怕未必 因為大家都知道鄭文燦的後面是誰 所以竟然對鄭文燦出手 那就要小心了 如果沒有幹的徹底 他要隨時擔心 陰系反撲 甚至新潮流北流 某一些人也會反撲 謝寒冰更點出在這種狀況下 賴清德必須要去想到 後面的戰略是什麼 鄭文燦恐怕只是個開始 接下來就看賴清德怎麼出張 搞不好連蔡英文也會有事 他認為當初得罪賴清德最深的就是蔡英文 把他壓制這麼多年 賴清德接下來可能會出手很多次 這個鬥爭恐怕沒這麼快結束 屁股 中文字幕提供 1 小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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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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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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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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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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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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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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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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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3 4 6 6 6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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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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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然後最後又讓民眾覺得 送錢的收押 收錢的人去重放的話 那當然會有這層質疑 所以我覺得桃園地院他想清楚 如果徒留這個質疑給外界的感受 基本上就讓這個大家對司法的信任 再蒙上一層陰影 會覺得這個法官會受到他父親的一些影響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桃園地院的法官 他自己這個引述法條 來做這個整個生押庭的判決 我覺得尊重這個法律的流程 可是外界真的會質疑 因為他的父親過去擔任 從鄭文燦行政院的這種新聞局局長 一路跟隨他 等於是跟他幾乎是最久的部署之一 所以這層關係會讓人家覺得 你為什麼不避險呢 這個地方法院說 輪職法官剛好輪到這位法官 可是如果有這層疑慮的話 也是可以申請避險啊 這應該這個社會高度矚目的案件 自己應該去做迴避 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那如果是個提供的情況 我們應該去做迫避 那種不詳細的問題 我們應該去做迫避 最初的這個問題 我應該去做迫避 最初的避難 但是我們應該去做迫避 會不會再做迫避 就是要在所挽動的 會不會再做迫避 是在所挽動的